这个瓜糊当然刚刚只有一个 可是现在有三 有三个 三个瓜糊啦 不过当然这一题 除了用那个 用函数之外 其实当然你还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怎么样 其实内部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式就是说 这个可以先假设 还有其他方法啦 像把这一栏给 这一栏给选起来 其实在资料里面有什么 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它这边有一个是 分格符号 分格符号呢 或者固定宽度也可以 其实这两个应该都可以 因为它的宽度是位置一样 那如果你用分格符号的话 其实我们固定宽度好了 可能固定宽度更简单 你可以点上面的位置 比如说我要从这边切 切到这里 再切到这里 切到这里 但你要点准 如果点不准的话 可能会像这个 可能没点准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反正再点一下好了 然后呢 那当然这地方 我看再点一下会不会移除 它没办法移除 但它可以移动 它可以移动 你可以怎么样 在下一步 它会问你说 那你切完的东西要放哪里 那哪一些要留 哪一些不留 那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我不要 那你可以怎么 不会入此栏 这个我不要 不会入此栏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这个要 这个要 所以有三个要 那你可以怎么 放在哪里 放在B1 C2 然后按个完成 取代目标内容 是 OK 好 输出了 不过 刚刚应该放B1才对 然后放B2 好像它会自动 会向下一个列 那刚刚切 好像有没切到的 这个东西没切到 可以把它删掉好了 应该了解 那个方法 所以 假如说你要切 不是说只有用函数 可是它这个切的这个功能 有时候也不是非常的完美 我刚刚是固定宽 对我们下一步 那记得是这样 按一下上面的这个纸规 而且你要对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手也不能够抖 而且要能够很稳 你等一下试试看 能够这么稳 表示你没有那个 吃太多那种 不应该吃的东西 人家说你赚的钱是真的 但你吃的东西都是假的 市面上其实很多东西 而且其实很多重金属 会造成你手部会抖 尤其像很多那个什么 用铝锅再煮东西 好像也跟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阿兹海默症 也有点关联性 所以你可能有时候 看那店家来煮东西 你看一下是不是用铝锅 用铝锅的话 而且其实不是说 你其他锅都没问题 那我们用铁芙笼的 有很多用铁芙笼的 铁芙笼会融出嘛 还有你要看那个不锈钢 不锈钢还有分是工业用的 还是那个食用级的 对如果工业用的 还是会融出重金属 所以为什么有人 很奇怪没事 你很年轻就出现一些状况 外食族都比较有可能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练习看看 点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 你应该表示你比较吃的比较少 OK下一步 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利用 这个不贿赂纸栏 这些也不要贿赂 这个也不要贿赂 还有最后这个也不要贿赂 所以刚刚要扫住一个 那目标储存隔的话 你可以选一下 也许选这边吧 目标储存隔 但是我怕这个长宽高不好 会不会被盖掉 我等一下试试看好了 其他进阶我想不用设定 按个完成 要不要取代 是 不过它缺点就是 它会把那个蓝的名称给盖掉 那怎么办 你干脆选B2 然后再把它移上去 也是个方法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用函数做的 是用那个所谓的资料剖析 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那资料剖析里面的 当然你要第一个要 记得要选选B栏 把整栏选取 或者是你要选的话 会不会剖析 这样选 会不会不要剖到这边 你们等一下试试看 那资料剖析 它有分成固定的 我刚刚是用固定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分隔符号 但是因为这边分隔符号有两个 有前刮壶跟后刮壶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不适用 除非说你切前刮壶之后 你再去切后刮便要做两次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用那个所谓的资料剖析 它的位置记得 是在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这个位置 应该同学有用过吧 这个如果像你处理一些外部汇入的资料 像什么ERP汇进来的资料 其实如果你用这个 其实就也还蛮好用的 对卡号啊 你要切哪部分 可是当然它还是有它的限制 就是说切出来 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再做微调 可是至少比你全部重来的应该还是快了一些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等一下也许可以再另外 我是建议啦 你干脆就是把原来工作表按Ctrl键复制一个 这边的话也许你可以把它改成叫资料 剖析 剖析 反正就是资料剖析 这个吗 OK 资料剖析 那你可以多一个资料剖析 然后等一下也许VBA 那VBA当然我们做出来就是 1 2 3 然后再来就是全部 就是直接一个按钮 就是按下去全部 我扫了一个 这边endif 另外一个是全部 OK 那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函数部分怎么做 那函数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当然长宽高 其实也是可以分阶段 就是第一个等一下资料补析 第二个也许函数部分 那函数的话 我刚刚讲 fine函数你可以先找第一个位置 可是第二个比较麻烦 你要再找到第一个找到的位置 再把它加1 让它再往后面找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第三个 再把第二个的位置 再把它加1 它才会继续往后找 否则它又从头开始找 那其实因为它这边没有一个是从 因为它只能从头从左边 左边开始找到右边 那其实它应该要有个函数 是从右边找回来 如果可能可以从右边找回来 那第三个就比较好解决了 倒过来找的话 应该有个什么fine 然后后面加一个reverse 就是后面找回来 可是没有了 没有的话 那变成你就只能这样 那怎么做 基本上我是建议第一个fine fine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一样文字的部分 那也是用fine来做 那fine的话呢 跟前面一样 这个地方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钱瓜糊 但是如果你这个钱瓜糊这样找 一定会找不到 所以可能你会需要什么改变 这个应该是Value错误 因为放不下 那要不就是你把它改成全形的 要不呢 另外还有个方法 把什么呢 把半形转成全形 所以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你不动 但是你可以把你输入的半形 转成全形 那半形怎么转全形呢 各位还记得吗 在插入函数里面 有没有 在文字类里面 有一个 你看第一个是什么 asc 将全形 转为半形 对不对 那哪一个是颠倒呢 其实就是 bigfine 将半形 转为全形 所以其实很简单嘛 你干脆外面包一个bigfine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啦 你不惜 就是不要再自己在切 那个有没有 输入法 而直接就在上面 其实有些很多地方 其实也不允许你 在切出入法 它可能来的资料就是半形 那你在程式处理的时候 你就不是用键盘 你是用程式去处理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 可能就需要用一个转半形 或者转全形 所以这里 全形半形 那全形跟半形 最大的差别是 它的那个 就是 byte数 就是 站的byte数 半形的话是占一个byte数 全形是占两个byte数 两个byte数 所以 那你要算byte数 你可以用那个 有一个什么 LEN 前面有讲过LEN LEN还有LEN B 多一个B是说 我不要算几个字 我是要算它有几个byte数 这两者差别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它变成正确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在 这个外面再加一个bigfine 自己用打的 big5 前刮弧 然后呢 再把它包后刮弧 这个动作完了之后 它就会帮我把 里面本来是半形的刮弧 转成全形的刮弧 让它再去找 打勾之后的话 答案会不会对呢 就会是对的 OK 那当然 我们长框高 我把它分成 也是123 所以中间你可以插入 三列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需要这三个 第一个 我希望找到长的 什么前刮弧位置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呢 找到后刮弧的位置 OK 第三个是找什么 把后面的位置 减掉前面的位置 再减掉1 去把中间的数字怎么样 切到这边来 那也是分三步骤吧 前面那个范例是分四步骤 为什么 因为前面那个步骤 还会有刮弧跟没刮弧的问题 可是这个 这边是全部都有刮弧 所以不需要再用一幅L去做过滤 那当然最后做完之后 你可以再把它全部再做过一遍 所以这边中间还会需要有长框高 中间会需要有三个暂时的这个部分 那做完之后再全部一次了 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有把握的话 你这个不用没关系 如果你前提是你这个有把握 可以一次做完的话 你干脆就直接在这边把它完成 如果没把握的话 你把它中间再插入三栏好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 先资料剖析看看 因为这个资料剖析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工作上面用到那个资料剖析 其实也已经很好用了 也很好用了 那只是说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功能 虽然即便有用过 但是还是不太熟练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希望拿这个资料剖析来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那当然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不然的话你要下很多的函数 什么fine mid 一直fine一直mid 但难度也是颇高的 所以有些简单的事情就简单处理 可以试试看 资料剖析